这首歌曲呢是YouTube所带来的Investable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华流行网 周末生活通 我是赵婷 哇 时间过好快哦 快要到母亲节了 要送妈妈什么东西呢 不要再送花 也不要再送妈妈 曾经送过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呢 这个最好就是有很贴心的东西 能够让她呢 健康 然后变皮肤美美的 年度最优惠 今年呢 仅此一档独家 就在好物市集的什么呢 就是广生堂的龙牙燕展冰糖燕窝 以及军燕幸福燕窝 他们特别选用这个越南的牙妆 平阳的燕展 高营养价值 纯净没有污染哦 敦煮后呢 就是会带一种浓郁的芋头的香味啊 口感是QQ弹弹的 非常的天然 非常的纯正啊 而且最重要嘛 我们这样给妈妈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食安的检出啊 所以它是25年食安零验出 就是非常非常纯正的啊 它每一批的都送检 超过了300项的检验 没有漂白 零添加 所以呢 喝燕窝 不会喝到什么增愁剂啊 当然母亲节呢 现在最好的这个礼物就是送给妈妈 很棒的越南龙牙燕展 冰糖燕窝 以及军燕燕窝 如果听众朋友兴趣的话 赶快上好物市集的官方网站 同时要告诉大家咯 优惠值到5月3号为止哦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来谈谈青少年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 以前总是觉得说 青春期没什么嘛 因为我个人 凭良心讲 跟听众分享 我真的没有青春期 其实我真的是超乖的 我到了40岁才有青春期 就是你知道啊 人都是这样嘛 那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 父母亲好困扰 不知道怎么沟通 或者是说因为荷尔蒙作祟 或者是说呢 他早就觉得说 我是个大人 但他 他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当你要去叫他做什么事的时候 他就会说我是小孩子啊 可当他申请悬疑的时候 他就说我已经是大人了 好这本书呢 叫做先陪伴再教养 很高兴呢 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 资商心理师蔡宜芳 宜芳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宜芳 宝萍所出版的 那宜芳好会念书哦 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资商心理学硕士 国家高考 资商心理是高考耶 对对 高考好难考 人家都不胡考开始嘛 国家级考试 对因为是硕士毕业 然后高考 可是其实及格率没有很低耶 大概也有五六成吧 哇那已经很厉害 你很会考试 但你好像以前是念音乐班哦 对我念熊中音乐班 主修什么 我是主修声乐 复修钢琴 但是也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太创伤了 因为其实我原本 所以你念德文 唱德文跟意大利歌曲 对会会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国中的时候 其实是还蛮有自信的小孩 就是功课都可以前五名啊 然后当班长啊 然后也学钢琴啊 书法啊等等 朗读啊 朗读比赛等等 就是会有参加很多才艺竞赛等等 可是就高中就是音错阳差 就也考上了音乐班 然后就念了以后 就发现 就是突然变吊车尾耶 就是我发现我怎么努力 我都 我那时候才发现 就是原来也有我努力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是高雄中学吗 对对没错是男校 男校 对不是熊女是熊中 哇就很像以前师大副宗 那时候没有男女合校 师大副宗音乐班当中 有女生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对没错没错 对 所以就这样啊 就是你就像很多人就说 我功课怎么样怎么样还不错 然后考到了北一女 考到建中发现 怎么大家都是很不错的 都是市长讲什么讲什么讲 前三名进去的 所以你就会有挫折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变得很自卑耶 就是自我价值很低落 因为我其实国中的时候 我真的一直以为 成绩不好的学生 是他们真的不认真 因为我就对 然后一直到上了高中才发现 就是真的也有我努力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 很无望的感觉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考虑是不是要转学 但是我转学就只能转到私立的学校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熊中的那个书包 熊中那两个字超级大 对我就很害怕如果我失去了那两个字 我很怕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我就常常我就上主修上副修 然后我就是成绩 还有主修副修 试唱听写乐领 我的成绩就永远都是掉车位的 我跟你讲我试唱听写超烂 因为我也是念音乐 我跟你讲好烂 烂到老师跟我说 我跟你讲兆庭 我就是其中考的时候 我就考这四题 我不是试唱烂 我是节奏烂 就是你知道他有时候会考左右手打嘛 对不对 我真的没有办法 对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很挫折 但我跟你不一样 因为你我们从来也没有考前期 所以我们也习惯了 但你就是很挫折 对 然后又看到熊中这个 我考到熊中了又音乐班 然后亲戚邻居都知道 从小就是功课好诶 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常常 比如说上完主修课啊 然后就在琴房哭 然后都不敢让别人知道 就很可怜 所以那时候也才开始就是对 还在想说我到底大学 我到底要念什么 因为我很确定 我不想念音乐了 为什么 你可能到时候念到师大音乐系啊 东吴啊 这些也不错啊 北意啊 台意啊 都很好啊 就觉得好像没兴趣了 而且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天分不够 就是学不太来这样 对 所以那个时候也 那时候也还蛮幸运就是考上了张师大的辅导资商系 然后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 很好的同学 然后在那里我觉得是一点一滴的慢慢找回自我认同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高中那三年其实是一个自我认同被击垮了 就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好 觉得别人会因此不喜欢我 对那是 所以你是学科不好还是术科不好 只有术科不好 我学科还是很好啊 但是就是大家不重视学科 对音乐班的大家都觉得 就你以前在音乐班你觉得你钢琴弹得还不错 就是可是就考进去之后发现大家都考得很好 而且你复修钢琴搞不好人家复修弹得更好 对不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个性本来就很容易紧张焦虑 所以我就会更容易就是失常 就明明都练得好好的 然后一到就是台上就是弹得乱七八糟这样 所以也会很自责 而且考试的时候有时候冬天真的好冷熟 会僵掉 我了解 对对对 我真的了解 有被同理到 有被同理到 好那你既然这样子得到高中是非常挫折的 所以后来其实你在这本书当中讲到先陪伴再教养 其实谈到就是青少年时期 其实也是跟你自己这个成长过程有关嘛 对不对 那时候你父母亲呢 怎么对待你呢 我觉得在家里其实都还蛮好的 就是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有点矛盾衣服的状态 就是我在其中一章有讲到那个孩子 是安全衣服矛盾衣服或是逃避衣服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就是那个所谓比较高敏感的小孩 高敏感的小孩 对对 然后我妈是一个非常能干 然后说话做事就是比较强势 所以可能当我跟他说了三个月都是同样的心事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觉得这倒有什么好烦恼的 可是那的确就是我很真实很真实的烦恼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家庭中是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被爱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那个心情没有被接住 对然后再加上高中的那一段过程 其实可能也会有一点像青少年就是报喜不报忧 或是那个微笑忧郁的状况 就是明明都躲爱棉被哭啊难过 可是就不想讲 因为可能爱面子 或是觉得讲了也没有什么用 好我们待会就来聊聊你这本书当中谈到的 好到底要怎么样先陪伴再教养呢 因为每个人都是当了妈妈或当了父母亲才慢慢学会的 都从书上学 第二个孩子就从经验当中学 所以第一个孩子有受的也是我们的实验品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蔡宜芳好资商心理师 宝平文化所出版的先陪伴再教养 刚刚宜芳心理师已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成长背景 从高中之前都是一帆风顺 他总是觉得说 哎呀那个功课不好的就是没有念书嘛 你就没有用功嘛 那到了雄中之后就发现说 每个人都很厉害 所以他的挫折感很重 事实上我就比较在念书上比较不会有挫折感 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过前几名 所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人生当中都会有很多挫折感 在情感上有挫折感 对不对 在事业当中会有挫折感 或者是说呢 你拍照没有到C位你有挫折感 很多人在乎 我常常看到一群人拍照 他明明没有在C位 他就把那一排的人 把左边剪掉两个 右边剪掉两个 让自己排在C位 然后修图总是修自己 旁边的人都变形 这是他自己最美 这个是非常有趣 回到先陪伴再教养 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 妈妈是比较直的人 所以当你是一个高敏感度的小孩 你一直跟他讲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觉得这三个月 讲了三个月 你就觉得没什么 可是对你来讲是有受伤的 对不对 对 我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级以后 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跟他讲心事了 小学三年级 对 好敏感啊 对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蛮敏感 而且也是那种不好带的小孩 可是他可能也不觉得他讲话让你受伤 因为你都没有跟他讲 对对对对 没错 可能也不敢讲 或是那时候还真的还很小 就也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之后可能有什么心事 就比较会藏在自己心里 对 那青春期的小孩其实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很多青春期小孩 很多父母亲说 我真的就是不想跟他 不知道如何跟他沟通 比如说做事非常的拖拉 你这书上有写到说 他的学习啊他做功课啊 你叫他洗澡 叫他做什么都很拖拖拉拉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改变 跟他的这个跟孩子的沟通呢 如果是以拖拖拉拉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先确认孩子的那个 念书的范围 他写作业的那个空间 就是移除一些视觉跟听觉的那个 排除视觉跟听觉的干扰 就让他在一个正确的地方 他的书桌 还有台灯 然后桌椅也是正确的高度 就干干净净的地方 对 然后很重要就是那个手机的所有人 是爸妈而不是孩子 这很难 尤其青春期的真的很难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轻易的 把整只手机就是送给孩子了 孩子就是24小时 他想玩就玩 想开就开 而是他要做完功课之后 比如说你们约定好一天 就是可以玩一个小时 他再去玩 他可能就会为了他知道 比如说他做完这些事情 他可以去玩手机 那他可能就比较不会拖拖拉拉 他就会比较有效率的完成 对像我们就是已经 这个底线就是六日可以玩 或者是一到四 五六日可以玩 那一到四中间 可能你写完功课 洗完澡 刷完牙 该做的都做了 开放一下下 让他看一下下 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间也是 要事先约定好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那拖拖拉拉会不会有 不仅是跟手机有关 会不会是因为他不会呢 或他不想呢 因为有青春期孩子 你也不知道他的情绪 因为他可能自己 也搞不定自己的情绪耶 对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孩子 今天就回来 他就跟我 比如说他就跟你说 那个英文太难了 我要把书全部烧掉 我不要念了 对然后也可以想想看 你也可以先想想看 你如果是家长 你会怎么回答 回应他 要是我的话 我会说 嗯 好啊 可是要去哪里烧呢 你如果要的话 你就自己找个地方哦 记得不要引发火灾 那妈妈帮 我会这样 妈妈帮你那个 但你自己要把那个 垃圾弄好 对 我会这样回答 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 蛮贴近 这样可以吗 因为我发现 有一些家长 他就会直接开启 说教的模式 他就会跟你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这不应该啊 英文很重要啊 以后工作都会用到 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可能孩子就知道说 反正你就是 讲你那一套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的那个苦口婆心 其实我们很担心 孩子走运网路 或是不希望孩子 像我们 像我们现在这样吃苦 不希望他做劳力工作啊 等等的 所以我们总是帮孩子 设想好 但是有些时候 孩子他 他没有自己跌倒过 他是想不到 他现在就是不想念 他就是讨厌 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 像刚刚 就是赵婷姐 刚刚这样回应他 或者是就是 另外一个比较像是 同理心的说法 就是可以说 最近英文是很难吗 让你觉得点挫折吗 怎么会想要把书烧掉 对 当孩子觉得说 你是愿意去理解他 而不是你马上就是要告诉他 这个不应该 对 那这样可能孩子就会 比较愿意跟你多说一点 我跟你讲 现在小孩真的不一样 以前我就问他说 你要好好念英文啊 妈妈英文很差 你到国外出国的话 你可以帮我翻译 他小孩都会说 好对不对 三四年级 现在六年级 他说 你用手机就好了 你弄出来以后呢 Siri就会跟你讲 可以翻了 也是啦 现在小孩就哭哭的 对 所以真的 不是那么好搞定 那当然这里 青春期的孩子 其实你有讲到 有一些些的 就是情绪有困扰 因为你说 先陪伴再教养嘛 但再教养 很多人都是在教养 然后陪伴 要怎么陪伴 是坐在那边默默的陪伴呢 还是要讲话的陪伴 还是要讲多少的陪伴 这个都好难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聊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先陪伴再教养 怎么陪伴 怎么教养 因为这本书的名字 就是先陪伴再教养 蔡宜芳 资商心理师 在我们的现场 先来谈谈 要怎么陪伴 我们刚刚有讲到 要怎么陪 要陪多久 然后到底要不要讲话 对 我觉得要看 每个孩子的风格 比如说有些家长 跟孩子就是习惯那种 很像朋友 嗆来嗆去 那如果孩子可以 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其实也很好 那我想要介绍一个 就是同理心公式 比如说 就是孩子今天回来 他就跟你抱怨说 今天小明都不理我 对 他觉得脸很冲 你就问出来了 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 那小明不理你 你可以去找小滑玩啊 或者是说 有些家长就会说 那个小明不理你 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 对 那我觉得如果 这两个说法 孩子也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也很OK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看 你跟孩子本身的关系 那或者是当然你也可以 试试看另外一个 就是同理心公式 就是前面就是 减数语义 然后后面是情感反应 这个是他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说 今天小明 你说 小明不理你 对 今天小明不理你 你好像有点难过 你好像有点失望 或你好像有点担心 对 就是我觉得父母 也不用担心说你猜错 因为猜错 其实孩子会纠正你 因为有些家长 会不太习惯 这样的说话方式 就是他会觉得 这样讲很怪 对 所以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都会 很及早给建议 会不会小孩子就说 比如说小明 小明不跟我玩 嗯 小明不跟你玩 嗯 那你会不会觉得 心情很烦 不会啊 然后就走了 会不会有差 就这样 我觉得也有可能 但是 我觉得 呃 可能 也要看你跟孩子 本身的状况 因为真的也会 有一些家长 他就跟我 很受伤 跟我说 小时候 国小的时候 他都很黏我 什么事都跟我讲 对 但是我觉得 有些家长 如果你 平常 你就是用 比较高压的管控 或者是你真的 有一些 譬如说 不公平 或者是你就是 命令他 或是不准他出去 等等 我觉得那个压力 是慢慢累积累积 一直到国中的某一天 孩子他决定 他真的不想 再跟你讲话 那可能 这样就会觉得 很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突然 今天这样 对我大吼还 其实是累积很久 那心理师 我想请教你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在听的时候 他说 其实我跟孩子的关系 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就是 我没有办法照你 一开始这样子讲了 那也就是 小孩子可能回来 就赶快 门甩一下 就到房间去了 然后呢 他可能只有晚饭 才出来 才吃 就是出来吃饭 那我要怎么样的 接近他呢 他能怎么做呢 我觉得可以先 贴近孩子的生活 比如说 就问他说 他现在在打什么电动啊 可不可以 教爸爸一下 我跟你一起玩 还是他平常 出去打撞球 你愿不愿意 教爸爸妈妈 或者是就问他 先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开始 让他告诉你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说 不可以出去打撞球 不可以打电动 对 就是孩子就会觉得 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或者是就是 可能先不要 马上回来问成绩 而是问他说 啊你今天怎么样 你说那个 老班导很机车 他最近很机车吗 对就是用他的用语 或者是你说 哪个同学很 你很 就是你跟他很好 他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八卦 说来听听 那如果你跟他说 你说班导很机车 他很机车吗 他就会说 对啊 我今天讲话 然后我们老师就骂我 可是我根本不是讲话 我只问同学 自己题怎么写 老师就说 不要吵自己写 那我们要怎么接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时候 父母的困难 是你也觉得孩子错了 但我要怎么接 后头的话 对我觉得可以 可以说 哦是这样哦 是这样吗 就不评论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他愿意跟你讲 我觉得就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了 代表 父母可以讲 对啊 他搬到很机车 这样不行 我觉得可能也不要 因为二年级的朋友 就会说 老师我跟你说 我妈说你很机车 对 如果是一二年级 一定会这样的讲嘛 对 然后我觉得 等他情绪过后 比较平稳之后 也可以再问他说 啊你觉得 老师今天为什么要针对你 对 我觉得可以再跟他 就是用一个 比较像朋友的角度 因为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 他们都觉得 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对 就像我讲的 都觉得是大人 可是他要 要跟你要钱的时候 要什么的时候 他就说 我小孩子 我怎么可能 比如说你 你到Seven去帮我买个酱油 哎 我小孩子也过马路很危险 对不对 会这样讲 对会看情况 对对 但是可能孩子就是 他 我觉得青少年 其实是儿童到成人之间的 一个过渡期 哇 这个时候很难教 对 我觉得是一个 放手的艺术 你要放手到什么阶段 可是我觉得 另外一方面来想 我觉得孩子真的也是 在迈向独立的过程 因为你总不会希望他以后 还什么事情都要问你 都要请你帮忙 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就是怎么样 帮助孩子慢慢的走向独立 就哪些部分你可以多给他一些自由 对 那哪些部分你觉得 比如说生活中该约束的还是要约束 比如说先写完作业才能用手机 或者是出门出去玩一定要先抱杯 或者是几点回家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基本的规范这样 因为我跟你讲 我觉得青春期的妈妈们 就是最要练的就是深呼吸 因为我看到一个书上有写到说 你想讲的话 你先深呼吸 然后到六秒钟之后 他其实就是会不同的转换 因为你六秒之前的出去的话 跟你深呼吸之后 六秒之后可能会不同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练的就是这样 修炼一下 先休息一下了 待会继续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了 我是赵婷 其实可以买这本书 看一看 先陪伴再教养 里头有谈到怎么样跟孩子说话 然后甚至很多人 现在有青少年忧郁症 看到一篇报道 青少年忧郁症的这个 好高哦 状况好多 青少年有忧郁症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怎么样发现 蛛丝马迹发现 他是有忧郁症呢 我觉得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就是他跟平常的 他自己有哪些不一样 那我觉得有还蛮重要 五个指标 其实还蛮简单 第一个是饮食 就是孩子吃的比之前还要多 还是吃的比之前还要少 对 因为其实有些孩子他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压力大 我们是会吃很多 然后就变超胖 那有些人是压力很大 他是整个瘦到很 很像 就是面黄肌瘦 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观察一下 有些孩子就是压力大 他是暴饮暴食 食量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有些孩子他就是真的 死不下咽都吃不下这样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睡眠 嗯 就是孩子 有些孩子忧郁他是会试睡的 嗯 就是他就是整天他就是 无时无刻他都都想睡 或者是甚至一觉 可以从十二点再睡到隔天中午十二点这样 嗯 对那 那有一些孩子他是就是睡不着 嗯 可能 很多孩子睡不着哦 对对 失眠的问题 或者是做噩梦 半夜容易惊醒 嗯 或者是清晨就醒了 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嗯 对就是第二个是失眠 嗯 然后我觉得失眠是最重要需要改善的 因为当孩子睡不好 其实他很容易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他的 他的情绪 嗯 他心情一定容易不好 然后他上课也会很难以专注专心 嗯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跟别人吵架等等 嗯 对然后第三个是忧郁 孩子有没有忧郁的情绪 那忧郁症其实不代表孩子就是会 我们可能想象就会孩子就会一直哭 嗯 可是其实不是 有很多孩子他表现出来是微笑忧郁的状况 他表面上都微笑然后没事 嗯 对所以我觉得 那怎么看呢 微笑忧郁很难观察到 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五个面向综合去观察 或者是你也可以观察孩子是不是有点闷闷不乐 嗯 或是有些孩子他看起来就是面无表情 他就是整个人很呆滞 嗯 或是也要注意的是有些青少年他表现出来情绪是易怒 嗯 对对 这是特别是青少年可能表现出来的情绪 所以你一样是观察现在的情绪跟之前有没有一样 或者是有很大的起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要带他去身心科吗 青少年身心科处理吗 对儿童青少年精神科 或者是有些医院名称不太一样 或是儿童心致渴 嗯 对然后刚刚有提到第四个指标是焦虑 嗯 孩子会不会很容易紧张 然后咬指甲对不对 对 然后或者是剪 拔头发 拔头发 对坐立难安 或者是他一考试一上学他就是要拉肚子 拉肚子 对或者是有些孩子他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是他会很容易想要请假 他就会跟你说他今天头很痛 嗯 或胃痛或 以前我刚请老师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好想睡觉 哈哈哈哈 对那可能也是一种 这就是逃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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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第五个是施功能 就是观察一下孩子他能不能还能正常上学 正常交友正常写作业 还是他现在就是对于这些都提不起进来 然后他都做不到 对我觉得就是五个很简单的指标这样 然后另外也可以观察是他对于他原本他喜欢的事情 是不是失去了兴趣比如他原本很喜欢烘焙 然后他现在是不是都不想要做了 或者是他有透露他想死的念头 或者是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啊等等 或者说我在世界上存在都没有任何意义啊 我没有存在感啊等等对不对 对 这可能也是可能在学校也会引发 那如果像这种孩子忧郁 可是孩子不见得愿意就医啊 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从其他部分来讲 比如说改善你的失眠问题 让你可能吃个药看个医生 听医生怎么讲 或许你可以睡好一点 对我觉得是从孩子很在意的点 来去跟孩子讲 不然的确也会有一些孩子 他是不愿意就医 或是跟孩子说这样可能比较好请假 老师会比较了解你的状况 因为孩子如果每天请病假 然后又拿不出那个诊断证明 因为不是不可能永远都在感冒 或永远都在生理期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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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 我觉得是看孩子哪一个哪一个说法 他比较可以接受 现在好像很多的国中生 有一些高中会有所谓的厌学是不是 就是聚学 聚学他们好像也都在家里头 对 然后会有一个时期 比如说可能跟季节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有些心理师说 就是呃 一个学校可能就有一两个 就是在家里头不要出来 其实不止一两个 不止一两个吗 我现在手上就有七八个吧 应该是说就是不稳定上学啦 那我觉得 他都在家里吗 不一定要看 我觉得可以分 大概分两类 一类就是刚刚赵婷姐说的 就是在家里 他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要避免 孩子有双重获得的状况 因为第一个孩子 他在上学一定是有很大的压力嘛 比如说课业跟人际 其实就是两个很大的压力源 比如说 有的是可以的没问题 但人际有问题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然后如果在家里 他又可以使用3C 嗯 然后躺在他的沙发上 看电视 滑手机 打电动 他爸妈又去上班 多好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在家里是要零3C 就是晚上 就是依照原本的规范 有些孩子可能太无聊 他就会想要回去了 对 有些 然后拒学也会有 比如说他是 拒绝上学 我们会用拒绝的拒 然后有些孩子是恐惧的拒 比如说他真的有很强烈的人际焦虑 对或者是 或曾经被霸凌过 对对对 或是他觉得课业压力很大 或者是种种 或者觉得老是针对他 我觉得会有种种原因 嗯 那如果我觉得 父母的底线就是 至少在家里的网路啊 3C用品是没有的 因为有些孩子他就 因此网路成因更严重 嗯 比如说他就是打电动 打通宵 嗯 然后白天在睡觉 然后他起来又能打 所以他后来晚上都不睡觉 他就都在打电动 他白天就是睡 都在睡 所以心理师会先辅导他 比如说让他来学校 那如果说早上都没有网路的话 他会觉得家很无聊吗 他就宁愿到学校 可是必须要克服到他 是不是人际关系 这个地方可以处理掉 对 或者说他的功课的业务 就是可不可以稍微跟各科的老师谈一下 对 其实这些都可以 我们其实都会跟导师很密切的合作 还有学务处 其实或教务处 因为成绩是教务处嘛 嗯 然后初学习那边是学务处 就是看导师 然后我觉得导师的代班风格也蛮重要 可能我的角色也会试着去让导师理解 因为很多导师就会说啊 他就是很懒 嗯 他就是很被动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孩子 导师理解 比如说这个孩子真的有忧郁症 或是他真的人际焦虑 因为有些导师他真的不知道 对 就是让导师可以有一些比较弹性的处理 是 比如说他三天没有来 那是不是可以不要补 这三天的作业就先不用补了 他有来比较重要 对 因为不然他如果一来 他要补三天 或是一个礼拜 他就会更不要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有蛮多弹性处理的措施这样 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孩子 真的有状况之前就赶快要接住他 或者说要了解他 否则你到了后来要再去补救就比较难了 当然学校现在也有辅导师嘛 对对 然后学校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老师 就是因为现在都有班类班群 如果孩子不跟你说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其他家长 了解一些孩子在学校的蛛丝马迹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介绍这个先陪伴再教养 蔡宜芳自上心理师 她在书上有写到了很多内容 告诉大家 其实怎么样的让小朋友能够 或是青少年能够跟爸爸妈妈亲近一点 但我觉得人的特质是这样子 有的人的特质就是 比如说就算你跟他从小很亲近 有的孩子就是比如说你生了五个孩子 教养都差不多 那有的就是不愿意讲 有的就是愿意讲 其实这个跟人的特质有关系嘛 对不对 也不用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要放过自己 就像你书上有写到一样 就其实什么都做了 可是还是还是这样 那怎么办 我觉得父母的自我照顾 真的很重要耶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双宝妈 对 所以其实我每天 真的都很不想下班回家 因为我的小朋友大的五岁多 小的两岁多 就正在处在一个会让人崩溃抓狂的年纪 你知道很多工作室上班族啊 有看到好多男生都在那个 就六七点还不下班 宁愿也不是加班也不知道干嘛 说为什么不回家 说哦回家就要陪小孩玩 然后呢 嗯还要洗碗 然后倒垃圾 就大家摆烂 到底你妈妈要先回家 还是爸爸先回家 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会对孩子发火或大吼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也累了 嗯 比如说上班一整天 或者是真的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情啊 或者是我真的接太多工作等等 嗯 所以我可能回家我就没有办法好好跟孩子讲话 那这样我就发现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姐姐就也很讨厌妹妹 嗯 对 因为她就是我可能就会骂她 因为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说 永远都骂老大哈 对对对就比较容易骂老大 或是觉得老大你就让一下 让我 对让我可以好好把饭煮完等等 嗯 对然后她就会开始对妹妹也会很有敌意 嗯 然后对妹妹很凶 然后我就发现整个家的气氛变得很糟 嗯 对 所以 但是当我自己状态是比较好的时候 我发现我是可以先深呼吸 嗯 然后我再好好的去回应她 然后可能其实我觉得孩子的情绪真的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就是我是指可能学龄前的孩子 嗯 那可能她只要发泄完之后 诶其实下一秒她又很爱你 又要抱抱 然后跟妹妹又很好又玩在一起了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自我照顾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青少年的妈妈会不会常常有挫折感 就是像我讲到一样 就觉得好像无力 对 就是很无力 每天回家都很无力 就做得怎么样她 没反应 冷感 眼神冷漠 就是这样 对 或者真的有敌意 那也许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追个女生 然后人家不理她 她回来就怒气嘛 也有可能嘛 对不对 或者哪一个同学跟她说 哎你好肥哦 她回来就觉得 嗯 我不好 对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去理解一下 因为其实青少年的那个杏仁和 是已经长好了 杏仁和是我们的情绪总数 其实在青春期 在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就已经发展成熟了 哦 对 所以就会很像我们的油门长好 但是煞车还没长好 煞车是我们的前额叶 她就是在帮我们踩煞车 一些理性的思考决策判断 这个呢 大概研究发现 女生大概20岁才会成熟 男生要25岁 所以25岁是大学毕业 我个人觉得男生有的前额叶 40岁都还没有长好 永远都长不好 对 所以其实青少年负向情绪的累积 或者是她会暴冲暴怒啊等等 其实是有原因的 她油门已经好了 但她的刹车还没好 对 她的刹车要20几岁 女生20男生25 所以我觉得听到我自己也觉得很崩溃 很崩溃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孩子心情不好 这个性 你刚刚讲的是 杏仁和 前额叶长好的妈妈 面对一个前额叶 跟没有长好的爸爸跟儿子 那不是疯了吗 妈妈不是已经疯掉了吗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情绪管理情绪管理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那个情绪抒发 因为像我们都会跟孩子说不要生气不要难过 或者是我们一定从小我们别人也是这样跟我们讲 男儿有泪不轻弹 哭什么哭 你是男生耶 好像女轩就可以哭男生就不能哭 对 所以男生的包袱可能又更重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想想看 你说不要难过不要生气 你就真的因为听了这句话就不难过也不生气了吗 很难 对 很难 而且可能又多了一个自责 一个很纠结的情绪 就会骂自己说我怎么可以那么爱生气 我怎么可以这么难过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当孩子有情绪 或是当下你也很想要骂他的时候 就是双方真的是先离开现场 先冷静一下 对 然后等到孩子的情绪过后 然后你自己情绪也比较好 你再来跟孩子谈 因为当一个人的情绪来的时候 它是你纵使你讲的再有道理 它其实都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与其讲不要难过 不要生气 不如讲说 我知道你很难过 然后我也可以理解你 你要不要自己先冷静一下 或者你自己先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待会儿你想跟我说的时候再跟我说 对 我觉得这样讲蛮好的 就是先觉察情绪 然后我觉得可以去觉察 比如说我今天生孩子的气 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么生这个孩子的气 是不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孩子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看到 自己的不足 或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或是自己很讨厌 很没有办法 因为像我的大宝就是个性蛮倔强的 所以我就会也很受不了 或者他脾气很扭 或是他看起来有点笨拙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这很像我 然后是我没办法接受自己 对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对他 比如扭扭捏捏的那个态度 我就会觉得你不能大方一点吗 有这么难吗 对 我觉得其实我是在气我自己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小时候过去那个 可能这对我来说是不够好 不够完美 所以我觉得去觉察你的那个情绪背后 你自己有没有更深层 比如说你都会为了孩子的某个行为 你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当然可能生气是很正常的嘛 因为孩子做不对 但是如果你对于某个行为 你是有很强烈的情绪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去觉察 去感受一下 那是不是跟你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有关 所以也许不是孩子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对有可能 像我女儿就很知道说 妈妈只要想睡觉跟恶心情就会不好 我就说我今天好想睡哦 你就差不多十点半要记得睡哦 我九点半就要睡 我就不管他 我就关灯我就睡了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十点半睡了 那他爸爸的责任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放开放手 反正呢 他起得来起不来也是他的事嘛 对不对 他就算迟到 他去学校也是他被骂 对是他要面对 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把这个责任 扛在自己身上 所以孩子不睡他也不敢睡 或是孩子写作业到半夜十二点 他就赔到半夜十二点 所以这样的孩子 当然就不会为自己负责 因为他知道妈妈总是会帮他擦屁股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 比如说有一个越能干的女人 就会有一个越懒惰的男人 或是小孩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那个亲子关系 也可能是互补的 是是 好 那介绍这本书哦 不管说你是怎么样的 要跟孩子沟通 或者是说呢 你不知道怎么样 照顾青少年啊 这里头都有讲到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情绪 先陪伴再教养 谢谢蔡宜芳自商心理师 谢谢你 拜拜